古代公务员的瓷饭碗 公务员一直在如今一直是大家公认的铁饭碗 稳定的工作,诱人的福利待遇,还有高比例的退休金养老金 那么在古代,公务员也这么吃香吗? 其实,古代没有铁饭碗一说 很多官员端的都是一碰就碎的瓷饭碗 以明朝为例,朱元璋对违法乱戒的官员严惩不怠 先是借户部侍郭桓空硬案杀的官员1.5万人 然后又借丞相胡为庸大将蓝玉谋反案 大开杀戒14年 受朱连被杀的各级官员4万余人 至于那些被关进监狱、辞退、开除的更是不计其数 据不安全统计,朱元璋时期全国有七成公务员 因各种原因离开岗位 如果你觉得官员这饭碗不好吃 想辞职也没有现在这样自由 比如你不幸遇到朱元璋 你说你不干了,啥意思 绝对杀无赦 或许有人说这是建国之初 虚用重点不足为凭 和平时期的古代公务员 应该端的是铁饭碗吧 答案是也不见的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 据此办法万历三年 查出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巡抚府安官员54人 其中东阳巡抚王宗墓 巡案张根化 广东巡案张首约 浙江巡案萧林 因为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被停奉三月 不仅省部级官员的饭碗随时被端 首府饭碗有失也好不到哪去 明崇贞在任17年 侧面宰相多达50多人 霸注国防部长14人 杀死或一起自杀的毒师或总督 说古代公务员端的是瓷饭碗 还表现在退休后无生活保障 即使是吃黄粮的地方官 离开官场或退休 马上成为无任何特权 无退休工资 无医疗保险 还要腾退工房 简称三无疑退人员